在我们的内存里面是有这样一个值的 那我会为这个数据所存放的地址做一层引用 这就好比说我们经常说我们去你家吧 对我们比如说你约了一个晚上啊 去和一个女朋友出去约会 然后呢大晚上的 那我送你回家吧 送你回你家吧 但这里的你家这个东西 其实指的是这个小女孩居住的什么 具体的一个位置 对但是我不会说直接就告诉说你 你家住哪住哪住哪 感觉这个有点像跟踪狂对吧 但我会说是你家用这个你家来代替你的这个所居住的地方 那其实现在这个变量等于999 其实也是这样一层关系 我们首先会先给自己一个这样的 在内存里面存放一个这样的数据 对当然这个内存是非常大的 你别想这个内存我会就只有那么一点点 对内存是非常大的 那在内存空间里边我们可以存放的数据 比如说我存放了一个999 那存放了一个999 那我会为这个数据所在的地址 因为你的这个内存当中不可能只存在一个数据 不可能只存在一个999 那比如说我们后面还会有B等于1万呢 等于1000呢 对那这里我要为了能够更方便我去精准的找到这个数据所在的地方 对我会做一层引用 来做一个引用 也就是把这一块内存地址所指向啊 指向或说复制 或说叫指向我们的一个变量 或者换言之吧 是我们的一个变量 指向这块内存地址 指向我们这块内存地址 这块内存地址上存放的数据是999 那我的这个变量A 在这里啊 在我的这里A变量 它就指向这块内存地址 它就指向那块内存地址 当我需要用到这个999这个数据的时候 我是不是只需要去写入一个A的变量名称就可以了 我不需要知道你这个具体的这个位置 我不需要输入具体的位置周标 我只需要写入这个变量就行 其实这个变量变相的意思就是说潜台词也是这个数据所存放的内存地址 那当然我们还会有B 对我还可以指向一块内存空间 这块内存空间上存放的数据可能是个 其他数据啊 比如说还有可能是 还有可能是个一千吧 假设是个一千啊 一千 对假设是一个一千 这一千的数据所存放的一个内存地址 对A千所存放的内存地址 那这叫做引用 这叫做复值和引用 能够立马复值和引用 那我们现在来来举个例子啊 来来给大家详细说明一下 比如说写我现在让A等于9999了 我让A等于999了 但我现在想让B的数据 我想让B的数据和A是一样的 那我们可以写上一个B等于一个A 那大家都知道 你不管你打印A还是打印B 其实它的一个结果都是一个999 或者说他们打印的一个输出结果是一致的 对它是打印结果是一个一致的 运行都是999 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达总同学对这段代码的程序理解并不难 并不太难懂 但是我们说他们的内存地址 就是他们所引用的这个999 是同一个位置的999吗 能够理解吗 我在内存空间里边 我们不可能说只存放了一个数字 我可能会存放四五个999 但他们所存放的地址是不是一致的 我们可以通过print 输出用一个内置的方法叫做ID 来进行检测当前这个变量 所存放的内存地址是否是一致的 那么这里我们可以输出 前面是结果 值的大小是相等的 后面是它的内存地址的ID 我们就相当于是一个内存的一个编号 你的一个地址的编号 对 当你的内存地址编号变成的话的话 那说明这两个数据不是在同一个位置的 就这两个999不在同一个位置 但现在的位置是相图的 它意味着说我们当前的这个变量 对啊 我当前的这个变量 有一个数据在内存当中 是有这样一个999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的 对 在内存当中有这样一个999的这样一个数据 那我之前呢 是让A来指向这块数据 对 我是让A指向这块内存数据 现在呢 我让B等于A 但是它并不仅仅是等于999 它指的意思说 我B这个变量 它也像A一样 指向这块内存地址 指向这块内存地址 这就好比说 如果你们家里有这个人口比较多的话 就像这个 什么来着 你的这个父 叫啥 哦 就你 你有家 家里有这个弟弟妹妹的 对 你像老师问你们的这个家庭住址的时候 你说我家的地址 对 你像我们举个例子啊 举个例子 比如说 像这个小明 小明他家 我们说是在哪个哪个地方 北京是 某某区 某某街道 几个小区 几单元几洞 那我可能小红和小明是一个兄妹 亲兄妹 那他们的一个地址也是在一个位置的 他也是在一个位置的 就是说小红的家庭住址 其实和小明的家庭住址是一样的 那当然 小明是一个个体 小红也是一个个体 那现在A和B 它都是一个独立的变量 都是一个独立变量 但是他们可以同时引用这块内存地址 或者说相同位置上的一个数据 相同位置上的一个数据 对 那大家就可以看到 这就是所谓的负值 对 这样去负值操作之后 我的B和A的变量 不仅是在值上去相等 而且指向的是同一个对象 也就是说在堆内存当中 我们会存放一个数据 就是999 999 那这两个变量呢 都会指向这个数据对象 而从数据的角度上看 从数据对象的角度上来看 这个对象是有两个引用的 对 所以负值和引用是相对而言的 对 相对而言的 对于我们的两个变量来说 我们是指向这个的 指向这个的 指向这个999的 而对于这个999来说 是有两个变量的引用的 有两个变量 A和B 这两个变量的引用的 那当我们这个对象 没有所谓的引用关系的时候 也就是说 你A既不指向这块内存空间 B也不指向这块内存空间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会为了考虑到 内存的一个管理 节省所谓的内存 我们会有这个 Python会有一个 所谓的垃圾回收器 我们把它称之为 叫做GC机制 它会自动把这块内存空间当中 这个999这个数据 进行一个释放 说白了一点 你说直白一点 就是没有用了 你对我没有任何帮助 我就不需要你了 我就可以扔掉了 那就可以扔掉了 能理解吗 这是为了考虑到我们的一个内存 因为你在早期 这个计算机发展的时候呢 你的电脑性能是有这种限制的 它的性能并不是像现在这么好 所以它为了考虑这个计算机 能够进行运行 节省一定的内存 节省一定的这个内存空间 所以它会内置这样一个GC机制 也就是所谓的Python的一把大锁 对 然后呢 这样的话 我就只能给清理掉 你所有的这个内存 开辟 会开辟掉 然后呢 会自动的去进行释放 当没有引用关系的时候 会自动去进行释放 那这就是所谓的一个复值 这就是所谓的一个复值和引用 那了解清楚这个概念的同学 可以刷一个6 好吧 刷一个6 那讲完这个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种复值过程 来看另外一种复值之过程 这种复值过程 我们讲清楚之后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种复值过程 这种复值过程 相对来说 可能对大家 对大多数同学来说 是需要一定的这个理解的 需要一定理解的 那我们在这里说一下 第二种复值方式 这种复值我们称之为它是不等价的 啥意思 比如说我A等于9999 B等于9999 那么在这里你不管是输出A还是输出B 它的结果是一致的 就相等啊 值相等 但是复值的过程不相等 值的意思是我可以在这里print打印一下 IBA IBB 看一下这两个边量所在的内存空间 所存放的内存空间 那当然上面这段代码我就可以注视掉了 就不再用了 上面这种 要知道复值以及引用的关系 是相对而言的 对这个数据对象来说 它有两个引用 A和B这两个变量引用 而对于变量A来说 我是把这个变量A复值对直向了一个999 这叫做复值 这个指向关系 那现在我们9999 这个数据大了一点 那同样值是相等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的A和B的值相等 但是所打印的ID值是一样的吗 是不是一样的 在这里是不是一样的 原调老师老师是一样的呀 这和刚才的输出结果好像是一模一样的呀 一模一样的呀 这里我们要说一下了 你所使用的这叫做PyChart的编辑器 它并不是我们的Python的一个解 它虽然是使用的我们Python的一个环境 但是你注意PyChart的一个运行机制 和原生的我们的Python解释器的运行机制是不一样的 我们在这里呢 打开你的CMD 当然我这里就可以借助一下这个工具 叫做命令管理工具啊 CMD 对 进入到我们的Python的解释器 中端 来看一个事情啊 来看一个事情 神奇的事情 对 神奇的事情 我可以让A等于 放大一点啊 稍微放大一点 9999 B等于9999 那值肯定是相等的 所以我就不输出A和B的值了 我们只要看一下 当前这两个边量 它的ID值是否是一致的 我们可以输出IDA 当然可以直接不用print了 直接在这个交互环境下 我们可以直接IDA 这是IDA的一个内存空间所存放的ID值 那我们还有IDB 看一下输出结果是否是一致的 有没有同学来给我解释一下 这是为什么呀 老师我拍下好像使用的解释器 也是这个安抗杆 为啥我在终端里边 和我在拍掐里边输出的结果 这样是不一样的 有没有同学能解释清楚的 对不对 所以很多同学学这个编程 学不好的原因 就在于你根本不了解底层的这些逻辑 对不对 你怎么可能学好啊 对不对 一加一等于二这种东西 你就记住了 但是一加一为什么等于二 都在可能有一些底层的东西不知道 所以很多同学在编程上遇到问题是很正常的 对 那我这个问题啊 对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在这里 先不去对 先不去给大家去介绍 后面我会给大家去拓展这个东西 所有的这个教学 我们都现在以这个环境 就是说以这个解释器的中端窗口为准 对啊 以这个为准啊 以这个为准 以拍掐当然是我们正常的一个理解逻辑 但是在解释器当中 它和你想象当中是不一样的 来想象当中是不一样的 在你的这个解释器环境里边 你会看到 IDA IDB的值是不一样的 这意味着说 在我的这个什么 在我的这个内存空间当中 同样是存放了这个 9999这个数据对象两个 能理解吗 也就是说我的内存空间里边 是有这个999的 这肯定没有错 对这肯定是没有错的 但这个999 9999啊 它不仅仅是A指向这个999 对我可以写上一个A变量 它指向这块内存地址 对指向关键内存地址 而接下来的B也等于9999 它意味着说 我会在内存空间里边 再开辟一块内存空间 用来存放我的这个数据 9999 对 然后呢 让我的变量B指向这块内存空间 现在这个也有关系 为啥ID值不相同 它现在是这么去存放的 那举行所老师 你为啥对 你想想 为啥你不能直接去让它和A和B共用一个呀 对 我们的拍卡是这样做的啊 拍卡是在拍卡环境当中是这样去做的 因为你的这种数据 对 你的这种数据 它是可以直接共用的 对 数字嘛 数字嘛 但是我们现实当中啊 是不能这样的 在解释器环境里边 它是 自己独立开辟一块内存地址用来存放对应的数据 所以这种我们叫做复制过程不等下 对 你的复制是A等于9999 B也等于999999 它相当于是A指向这块内存地址 B指向这块内存地址 这两块内存地址不一样 对 这就好比说 有两个人 还是小明小红 对 但是小明小红在这里 他不是亲 这个亲兄弟 亲兄妹了 他们代表是独立的一个个体 对 你家住在这里 我家也住在这里 只不过我们可能我们家里住的这个环境是相同的 对 是非常相似的 但是毕竟你家是你家 我家是我家 即使布置的再相似 离的再近 那他也不是一个什么相同的一个地方 他不是一个相同的地方 能理解吗 所以这个是我们说到的啊 A和B的值虽然相等 但他并不是同一个对象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堆内存当中会存放两个数据对象 都是9999这个数据 只不过这两个数据对象 他们的值相等而已 值相等而已 这是我们说到的啊 内容 负值的一个过程 负值的过程 然后我们接着在网络下说 当前我们演示的这些 都是不可变的数据对象 都是不可变的数据对象 能理解吗 什么叫做不可变的数据对象 我问一下大家 什么叫做不可变数据对象 有没有同学知道啥叫不可变的 像我们所谓的浮点类型 这种什么 自负串当然不是啊 像这种浮点类型 布尔类型 整形 对 但都算是不可变的 那什么叫可变的 你像你学的列表 其中容容器类型 自负串类型 它是可以往里面增加自负串的 它可以往里面增加 修改 那这些都是所谓的可变对象 对 那我们对于不可变对象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当前的这个环境当中 我们再重新写一下 我们重新写一个 A等于 9999 然后呢 我让B等于A 我让B等于A 对 让B等于A 那然后呢 我现在我判断IDA的结果 IDB的结果 这个界面你用拍卡也行啊 我这里只会用了这个工具 为了让我的这个CMD管理界面会更好看一些 因为你进入到CMD里面 其实一样的 可这个窗口是一模一样的 相对而言 为了让大家看起来好看 以及有缩放字体颜色 我就用了这个工具啊 你用CMD是一样的啊 你在CMD里面去敲代码是一模一样的 好吧 那现在A和这个A和B的值是就说相同的 并且位置是相同的 这个大家理解吧 对 A和B嘛 你看一下这个复制过程啊 A等于A B等于A 代表的是这两个变量 指向的是同一块内存地址 指向的是同一个数据对象 那现在我让A等于两千 或者两万吧 来个两万 这个时候我的IDA会不会变 我的IDA会不会变 我的IDB会不会变 看到结果了吗 看到这个结果了吗 也就意味着啊 我现在在最开始的时候啊 我最开始的时候是有这样一个关系的 叫做999 就第一个数据是9999吧 是9999 对不对 我有这样一个数据 9999 这个数据就存放在这里 我A指向这里 B也指向这里 这个大家都理解吧 这个应该在逻辑上是应该是理解的啊 刚讲完 对不对 刚讲完 A和B都指向这块内存空间 共用这个同一个数据对象 对不对 那这个数据对象有两个引用 有两个辩论的引用 但现在我让A重新复制 A等于一个两万了 这个时候意味着说 我会在内存里边再去存 开B块内存空间 来存放一个两万的数据对象 两万 而我要做的是 让A指向这个新的数据对象 那原本的数据对象 就会被终止掉 对 这个引用关系就会被废除掉吗 对 A指向这个两万 对 A指向这个两万 那同样 你看看B的这个ID值 它有没有变 它没有变 因为它还是指向9999 能理解吗 能理解这个过程吗 对不对 也就是说 我在重新复制之前 A和B都是指向这个 对内存当中的同一个数据对象 9999 但是A重新复制之后 因为我的这个数据对象 数据类型 9999 它是不可变的 不可变对象 它只能在内存空间里面进行 重新开辟 能理解吗 它不能在原始的位置改一改 老师 我直接在这里改不行吗 我给它改成什么 2000吗 我在这里给它改成两万 注意 这是不可变数据对象 它是不能直接在原始的内存块当中进行修改数据的 所以可变和不可变指的是这个意思 能理解吗 它不能直接你在这里改一下这个数据就行了 不是啊 你要重新改数据修改数据重新复制 只能在新开辟块内存空间存放新的数据 来存放新的数据 这是对于我们所谓的不可变数据对象来说的 不可变数据对象 它会新建一个数据对象 保存一个两万 然后A指向这样一个新的对象 当然B这个时候仍然指向9999 而A指向两万 这是我们说的 对于不可变数据对象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概念 比较重要的概念 能听懂吗 能理解吗 对于不可变数据对象来说 你修改变量的值 意味着说会在内存当中去新建一个数据对象 新建一个数据对象 好吧 新建一个数据对象 那我们再介绍一下所谓的可变的数据类型 可变的数据类型 什么是可变的数据对象呢 咱们前面也说过了 你像这个容器类型 它里边有这个列表 字典 都算是这种 还有这个字幕串 其实也算是什么 可变的数据底下 但一定要知道元祖算不算可变的 元祖算不算可变的 你看它能不能修改吗 我们能不能往里面增加值 能不能去修改它的一个位置上的数据 就行了 对不对 那对于这个可变的数据类型 可变的数据对象 当然就是最常见的一个列表了 我们这里与列表举例啊 其他的可变数据类型都是一样的道理 我们可以定一个L1 这样一个变量 这个就是一个列表 列表里面存放的数据是1 逗号2 逗号3 那还有一个L2 它存放的数据 和我们的 或者说直接啊 保存的数据是和L1的数据是相等的 我们可以用一个 和上面一样的一个复制方法 L2等于L1 代表的是L1和L2 指向的是同一个列表 指向的是同一个列表 能理解吗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吧 那我们可以在这里简单画一画啊 就相当于说我这里有一个 我就简单给大家画一个图 在这块内存里边 注意在这块内存地址啊 在这块内存地址上 存放的是列表 注意存放的是列表 那这块内存地址我们假设它是一个零 乘一个AAA 这是内存地址的一个表制方式啊 假设的 都并不是真实的啊 并不是真实的 把举例子 举例子 那这个地址上存放的是列表 列表里边它是一个一个的数据 那天能力还是一个单独的块 一个小方格 一个小方格 当然这个可能不规整啊 不规则 它大概是这个意思就行 里边存放的是1 这里存放的是2 这里存放的是3 那这些数据 每一个数字 其实它都有 还有自己的一个内存地址 那每一个数据 它还有自己的内存地址 比如说第一个 它存放的是0 乘以一个1111 这个2存放的是 0乘以一个2222 这个是一个 0乘以一个3333 注意啊 我说的这个内存地址 这些地址是在列表容器当中 它的一个位置 就所谓的所以 对 就是所谓的所以 能力吗 就是所谓的所以 好吧 那我现在 A和B 同 不是A和B了 现在是L1和L2 对 我们在这里啊 写上 把这个字体调大一点啊 调大一点 L2和L1 都指向这个内存地址 都指向谁 都指向这个列表 对呀 我都指向这个列表 对 那这个地址 就是A0乘以A1A 它都是这个 里边都是什么 123 所以你不管你打印 这个L1 还是打印L2 它的一个输出结果 肯定是一模一样的 对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一下L1的值 称号L2的值 对 123 123 一样的吧 是值肯定是一样的 但现在我说 不可变数据对象 我想要对它进行修改 列表嘛 我可以指向 比如说把 L1当中的0 所以为止的 有第一个数 对 第一个数 由1 我给它改一下 我给它改成一个999 对呀 我给它改成999 那么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我们回弯车 看一下当前的ID 对象 它们的 什么 位置 它们的一个内存地址 有没有变 当然上连这个就不用看了 你打印的话 L1和L2是同一个 是同一个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ID1和ID2 它有没有变化 IDL1 IDL2 有变吗 可变吗 没有变化呀 对 还是同一个内存地址 对 还是同一个内存地址 它是怎么做到的 对 明明你这里已经修改了L1了 它里边的一个数据了 但注意我们说 你修改的是 是里边的一个数据 它这个发生变化的 我们说 你对于不可变的数据的一项 它会新建内存 新开辟一个内存空间 来存放这个数据 它其实在这里只做了一件事情 你要知道 我们L1和L2 指向的是外层的这个地址 就是列表的内存地址 里边每个数的内存地址 我们不关心 我们是不关心的 也就是说 你在这个地址上有啥 我不关心 所以有123 那我就打印123 有12 我就打印12 但我不关心这12所在的那层位置 但是当你重新进行修改之后 比如说我们修改了列表里边的某一个元素 那这个时候列表的地址它不变 对 列表的那层地址 它还是这个地址 能够理解吗 它还是这个地址 它是不变的 在这里再写一下 这个叫做 这个叫做0 乘以一个AAA 它没变化 对 它是没有变化的 还是这个地址 对 只不过说 原本的数据也在这里还没有变 有三个数吗 还是三个数 还是三个数 里边是2 3 那它对应的这个内存地址 每一个位置的内存地址 它其实也没变 0乘以222 0乘以333 对 但是唯一变化的地方 对 不管是L1还是L2来说 不管是对于L2还是对于L1 这个我改成一个大写的 L2 它还是都指向这个变量的 还是指向这个列表的 对 它还是保指向的是这个列表 唯一变化的位置是哪里 就这里 我改的是你里边的一个某一个元素 所以它会把这个元素改成多少啊 999嘛 你打印列表的话 不应该输出999 逗号2 逗号3嘛 逗号2 逗号3嘛 对 它这一步操作就是刚才写的 L0的位置 我给它重新改成999 对 就这一步操作 它只改这列表里边的这个位置数据 但是 对 它对应的位置 这个位置当然也会变0乘以999 举利亚假设 对 因为不可变对象嘛 对 位置也变了 一个单个元素的位置肯定是变的 但是我这个对于我整个容器来说我们这是个容器我这个容器是没发生变化的 对我这个容器是没有发生变化的 这些号比如说大家拿一个这个书包 拿了一个书包 你想想你和A L1 L2都用这个书都不用用这个书包啊用书包感觉不太合适 我们比如说都用这个柜子 都用这个柜子 比如说L1和L2这两个人同都是共用一个柜子的 在这个柜子里边有什么有三个抽屉 有三个抽屉 这三个抽屉呢分别存放的数据是1存放的数据是2存放数据3 但突然有一天呢 有个人比如说是L1或者说L2 他们想把里边第一个抽屉里边的这个1改成999就换了一个东西进去 那对于我对于这两个人来说这个柜子有没有动啊 没有动 我只是改了这个里边的什么一个抽屉里边的一些东西而已 对于L1和L2来说这个列表是没有变化的 所以你的内存地址L1和L2根本没有什么变化 还是相等的 还是一致的 还是一致的 能理解这个意思吗 那当然啊注意当然 你修改了 你这样去修改的话 我的L2会不会发生影响 L1肯定是变的 变成999逗号2逗号3 那我问一下大家L2会不会变 L2会不会变 认为会变的刷个1 认为不会变的扣扣2 看一下大家的意见是否统一啊 学到这里啊 如果还没搞清楚这个状态的我觉得你这个就不用去学了 没错啊 它肯定是什么相等的呀 因为我现在指向的是这个列表地址都是同一个列表 列表里边的某一个元素变了 那当然这两个变量你在打印的时候它结果都会发生改变 都会发生改变 对不对 这也就是我们说到的可变的数据对象 它的里边的这个复制 复制方法 复制方式啊 复制方式 好吧 同样 当然你如果是单独复制 像我们刚才说的L1等于列表123 L2等于列表123 它有什么区别吗 L1等于列表 1逗号2逗号3 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值肯定相等我们来看的是ID是否是一致的是否是共用的这个对象 哎没共用吧 对没有共用啊 它代表是我L1指向一个对象L2指向一个列表不一样啊 L1指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两种复制方法一定要注意区分 两种复制方法一定要注意区分 那了解清楚这个 注意了解清楚这个复制之后 我们再来解释一下刚才给大家留的那个坑 留那个坑 首先为啥我在用这个数据的时候一直用的是9999这个数 对不用其他数字呢 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比较喜欢这个9这个数字 另外一个原因是所谓的9999它并不是所谓的小整数 它并不是所谓的小整数 什么叫做小整数 对 当然我们还要再解释一下为什么在排架里面输出的结果和上面的内容是不一致的 上面的内容是不一致的 我们要说一下啊 这里得简单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小整数的一个概念 小整数的一个概念 我们说数值对象或者说叫做数字对象 它是不可变对象理论上每一个数字它都会自己去创建新对象 新对象 但实际上啊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 你像我们刚才说你A等于一个2 B等于一个2 按理说正常情况下 这A和B应该是否是同一个位置啊 会不会同指向同一个数字对象呢 没什么来讲 这样去复制的话按道理来讲 按道理来讲 是应该会A指向一个2 B指向一个2 它们指向不同的个体 对 指向不同的个体 但是因为我们说这个数据太小了 就称之为叫做小整数 而这个小整数的概念是指从哪到哪呢 是从我们所谓的-5到一个256这样一个数值区间 这个区间内的所有数字我们称之为叫做小整数 因为在Python内部当中 我们使用这一段区间内的数字比较多 引用的比较多 就一直在A等于2等于3等于4等于5 所以这些整数在Python运行的时候 就是在Python解释机创建的时候 运行的时候 它就已经创建好了 并且已经给你编译好了这个对象 所以你在这里A等于2 B等于2 实际上它并不是 它是什么 它其实A和B的一个内容是一致的 或者说ID值是枪筒的 指向的是同一个对象 指向的同一个对象 能理解吗 它不会自己再创建了 包括你C等于2的时候 你再创建一个C等于2 对不对 你看一下你的ID C 这三个ID值是否是以这样的 对 小整数的话 它就不会去单独开Python空间了 它已经给你创建好了 你就一直重复去引用这个地址上的数字就行了 因为引用次数越多 那意味着我会一直开Py内存地址 一直去释放 那我们没有必要这么做 所以Python的一个内部逻辑 内置的这个逻辑就是对于这个小整式区间的数字 它不会再去新建这个数据对象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前面演示的时候 全部用的是这么大的一个数据 9999的一个原因 这就是所谓的小整数的一个概念 对小整数的一个概念 所以一旦对于有这种超过这个小整数范围的数字 所以你每一次运行 A等于9999 B等于9999 那么这个时候 A is B 看一下这两个数是否是同一个 不是 它们引用的不是同一个对象 它们的内存地址不是同一个内存地址 对啊 当然也有特殊的情况 注意啊 当然也有特殊的情况 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这么去写 A等于 9999 逗号 B等于 9999 对啊 不是逗号 这里不能用逗号 用一个分号 用一个分号 负一当然也是小整数啊 负五到256 这个区间范围内都是所谓的小整数 这个区间啊 这是一个区间 好吧 那现在我们看啊 这种复制方法你可能没见过 对这种方法你可能没见过 你没用过 但实际上这种复制 对啊 这样去复制 这虽然不是小整数 9999 这不是小整数 但是因为你是这样去复制的 所以A和B是同一个数值 只向的是同一个数据对象 包括你还可以这样去写 叫做同步复制 A和B等于 9999 逗号 9999 这么去复制的 它也是同一个数据对象 对啊 说白了 ID值是一样的 IDA IDB 指向的是同一块那层地址 为什么是这样的 对 为什么是这样的 我们要说一下 给大家解释一下 首先原因是因为我们的Python解释器 在解释这张代码的方式是按行解释的 能理解吗 你写一行代码 我就按着一行一行的去解释的 你读一行 我解释一行 你读一行 我解释一行 所以在你创建第一个999的时候 你会发现 对 你会发现我的后面 哎 我后面 本行的后面 分号码 有个分号 B也等于9999 所以他就会省事 他就想省事嘛 我就说 那我就A和B都统一 指向同一个数据对象 包括你下面的这个A和B一样 对不对 他就会返回一个处 那他返回一个处 而我们前面的换 这种复制方法 复制方式 是你读 就是说读完一行 解释一行 他就会立刻忘记 忘记掉 那B再等于9999的时候 他再会自己再开P一块内存空间 他会忘记你之前这个也是9999 所以我们说按行解释嘛 他读一行解释一行 读一行解释一行 对不对 那他是不记得了 所以A和B是不相等的 说白了就不是同一个指向 一个内存地址 但下面这两种方式 都是指向同一个内存地址的 都是指向同一个内存地址的 好吧 这是这一方复制方式的一个区别 虽然它不是小整数 但是这两种复制方法 它会导致你共用同一个内存地址上的数据 共用同一个内存地址上的数据 这个能理解吗 至于好比说什么 你要倒垃圾 第一个人去倒垃圾 他发现第二个人也准备倒垃圾 他就顺手把这个垃圾什么 一块给你扔了 一块给你扔了 但是我倒垃圾 过了一会儿 对不对 过了一会儿 B才去倒垃圾 那我能帮他扔垃圾吗 不能 我不会把它一块儿扔垃圾的 对 我们两个人不会一块儿去扔垃圾的 对不对 因为有一个所谓的什么时间的差距 但在这里是指按行来的 对 第一行A等于9999 过完了 A B又等于999999 那他会分别创建两个对象 不是同一个对象 不是同一个数据对象 而下面这个是因为在一行里面的 对 看来都在一行 这是Python解释器的一个解释逻辑啊 解释的一个特点 大家一定要注意 那再回顾到刚才说到的 为啥我们说拍掐和CMD当中输出结果是不一致的 该输出结果是不一致的 就是说我同样的是刚才说的这个效果啊 就是这个A等于9999 B等于9999 为啥这里的内存地址是一致的 在你的解释器环境下面是不一致的 在你的解释器环境下面是不一致的 对 我们在这里再说一下啊 首先Python对象当中 一个文件 就是你的Python的文件在执行的时候 其实这个文件就相当于是在一个同一个作用域里面 都在同一个作用域里面 对 一个文件在运行的时候 这些代码都在同一个作用域里面 所以你的A和B 是会一直为什么 处的一个状态 就是A if B 你会得到一个结果为处 也就是意味着说这两个内存地址相等的 哎指向的是同一个数据对象 而这和我们的代码的作用域是有关的 因为你整个文件其实就是一个模块的作用域 就是一个作用域 对 当然对于作用域不理解的同学可以刻下去了解一下所谓的作用域 对 什么叫做这个全局作用域 什么叫做局部作用域 对 理解一下理解一下 那我们说全局基本上是指的是这种文件 整个文件 那我们这里还会有一个叫做内置的啊 就说不是叫内置的啊 叫内部的局部的作用域 我们可以定一个函数来解释一下这个作用域的一个影响 哎 我们定一个函数 在这个函数里面我们写上C也等于9999 D也等于 9999我问你在当前这个函数里面对在当前这个函数里面 C和我的D是否是同一个指向同一个那森地址 问一下大家 哎肯定是啊 因为他们是同一个作用域吗 函数内部吗 所以你可以看到打印结果是处 哎打印结果是处 能理解吗 那同样啊 同样 那如果在函数里面去打印A和我的C是否是相等的呢 你看A也是9999 C也是9999 而且都是在同一个文件里面 对啊在同一个文件里面 但他的答印结果是false 因为虽然在同一个文件里面 但是分属于不同的作用域 这是内部作用域 这个是在全局作用域 哎作用域不同 那他们就不可能会共用 哎他们就不可能会共用 好吧 这也就是我们为啥你在拍卡里面 这样一个批骗文件里面去执行这个代码和你在CMD当中是执行代码输出结果会不一致的原因 这是一个文件这是一个什么一行一行的命令有本质的一个区别有本质的一个区别好吧 解释完这个啊 解释完这些把这些搞懂之后我们才会进入到今天的最核心的内容 因为现在还没讲把这个讲清楚之后才会搞懂所谓的申请拷贝 这也是为什么有些同学不理解所谓的申请拷贝的一个原因 申请拷贝 先来讲所谓的申请拷贝 先来讲所谓的申请拷贝 上面的代码我就都给注释掉了啊 都给注释掉了 那看一下申请拷贝是什么 什么拷贝 对 拷贝其实大家都懂 你像你抄罪其实就叫拷贝 对 就好多人都在抄罪的时候 你把你的作业记我拷贝一下 拷贝一下 要抄一下嘛 那现在我们解来说一下 这个前拷贝它的一个作用 它是怎么来理解这个前拷贝的一个意义的 它和负值有什么关系 对 我们L1 对啊 当然我这里的拷贝都是指这种多层的数据 什么叫多层呢 就是你的数据是有1 逗号2 逗号3 这是一个列表 但是我这里还有一个L2 对啊 还有一个L2 这个对象呢 它等于一个1 逗号2 逗号 里面写上一个3 逗号343 逗号333 列表的一个什么层级 包裹关系 好多层 我们说列表里面可以嵌套列员 字表里 字典里面能嵌套字典 可变数据对象了 对不对 那我们就要说一下 钱拷贝它的作用就是只拷贝 拷贝 第一层的数据 所以这叫钱拷贝 这叫钱拷贝吗 只拷贝第一层 我的数据如果有两层的话 只拷贝第一层 对 只拷贝第一层 那怎么来理解所谓的数据的层次啊 那对于这个列表 L2列表来说 我问一下大家 这是最外层 这是不是最里层的一列表啊 内层的列表啊 内部嘛 签套的一个列表 这不是第二层吗 能理解这个意思吗 层级啊 数据的一个层 数据的一个层 这就是签套的一个数据结构 签套的一个数据结构啊 现在L1 它的程度 只有一层深度 就只有一层嘛 而L2 是有两层的 对 因为有两 里边有两个列表 对 嵌套的一个列表 两层 而前拷贝的时候呢 是责奎拷贝第一份的数据 作为一个副本的 对 只拷贝第一层的数据作为副本 怎么来解释它 我们这里呢 需要导入一个叫做内置模块 叫做拷贝模块 来讲解所谓的前拷贝 对 所以你要想实现前拷贝的话 可能就是常见的复制操作 以及我们的这个拷贝模块 等等拷贝函数 我们还是把这段代码 再放前面吧 放上面 拷贝导入拷贝模块 导入拷贝模块 然后我们说一下 这个拷贝它应该怎么写 哎 他们怎么写 当然我们如果在这里边去讲解的话 在这个拍下代码里边去讲解 可能和你在解释期当中去讲解 有没有区别 我们看一下 首先 我这里有一个列表 对L1L2 那现在呢 我不让这个L1 不不这么去写了 不是这么去写了 我们换一种方式 换一种方式 我让当前的这个A 等于 呃 这个 改一下吧 改这个名字 方便写一下 改名字 改成A A 等于列表123 而我的这个L 不是不能让一啊 我感觉改一改吧 还是改成L吧 让L等于这里改成数字 999 然后999 99999 对999 然后呢 我重新复制一个变量 叫做A A变量 它等于1 逗号2 逗号L 那这是不是一个嵌套啊 只不过我们刚才是给他讲清楚这个嵌套结构 现在我这其实也是一层嵌套 对 然后呢 B 我进行一个前拷贝 它就应该等于拷贝模块里面的 拷贝方法 拷贝谁呀 拷贝A的数据 现在我们分别打印一下A的结果和B的结果 A变量和B变量 看一下 肯定是一模一样的 对 你A是一个一样 然后里边有一个嵌套的9999999 两层嘛 A和B拷贝出来的值是一样的 看到没 值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要说这两个对象 他们的对呀 他们的这个 内存地址是否是一致的 内存地址是否是一致的 看到了吗 我这样前拷贝的时候 我的内存地址不一致 意味着说我不是 我不是用的什么 不是共用的同一个内存地址 我用的不是同一个内存地址 能理解吗 不用了同一个数据对象 用的不是同一个数据对象 那这如果画个图的话 也很好解释 也很好解释 之前的那个我们来直接看吧 直接给大家截个图 他这个图 我之前给大家准备好了 画了一个非常标准的图形 A等于123L 里边的L就是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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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B也是12然后L 那现在我非得让你改变一下 因为这个是层级 我现在非得改一下这个数据内容 改一下这个数据内容 它里边的ID啊 你还可以再具体的一点 这里边的数据还可以再具体一点 你可以再去打印一下 他们里边的数据内容 比如说ID里边的某一个数据 它的地址是否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 几啊 2 看啊 这个位置 012 就是L所在的一个位置 它的内存地址是相同的 看到没 相同的 因为它同时什么都指向这个L 都包含这个L 这个L就是这里 999999 对 它都指向这个地址 这是你的第二层 第二层 但你看你前面的 你看你前面的零 第一个数据 他们的内存地址 是不是一样的 那是不一样的 因为你的值没有变啊 1和1嘛 2和2嘛 没有变 但是我们说你这里的这个列表 它是没有变的 哎 列表它没有变啊 列表它没有变 它指向同一个列表 同一个对象 它指向同一个列表容器 那当我的这个L变的时候 对啊 当我L里边的零 我就把9 给它改成一个零 对 我把9改成零的时候 我问你 A和B 是否会发生变化 我至于打赢A和B的话 我的输出结果会不会变 不会的啊 说不会的同学 没学好 哎 他会变啊 他为啥不会变啊 我改的是L 你现在 A 第三个数据指向的就是L啊 你B的对象 第三个位置 第三个元素指向的也是L啊 也是指向的L啊 你L一变 那当然 它也会变啊 那它也会变 能理解吗 这就是所谓的拷贝 注意 这就是所谓的拷贝 能理解吗 它拷贝的是啥 它拷贝的是数据的内存地址 也就是说我这里的L其实是什么地址 我拷贝的啊 我这里是复制的是12 然后L的地址 B呢 也是12 A的A 这个A里边的这个L的一个地址 那既然你这个L地址列表这个L列表的内存数据变了 那当然它也会跟着变吗 我们之前不是讲过吗 你指向这块内存地址 这块内存地址变了 数据变了 那你会不会变 你也会变 而这里的A 这里的B和L L的位置都指向什么 列表 它的一个位置 它所在的一个种 内存地址 对 都指向这个内存地址 这个内存地址并不变 并不变 但是里边的数据变了 数据变了 所以你打印A和B的时候都会发生改变 都会发生一个改变 能理解吗 这就是所谓的前拷贝 这就是所谓的前拷贝 前拷贝 需要花时间去搞懂 需要花时间搞懂 自己下去之后可以研究一下 我们刚才讲了那么多就是铺垫 铺垫把这个东西给你讲透 理解清楚 当然画了那么多图 画了那么多图 现在再说一下所谓的深拷贝 深拷贝和前拷贝是有本质的一个区别的 前拷贝是拷贝第一层 这拷贝第一层 对 而我的深拷贝是必规 拷贝 所有层次的数据 说白了 我就把所有数据都拷贝分 所有数据都拷贝分 那这里的话 同样也是要介入我们的 Copy Deep copy 就是拷贝模块里边的一个函数 那我们把上面这段代码复制一遍 放到下面 只不过拷贝方法不再是拷贝了 我改成一个叫做深拷贝 叫做Deep copy 深拷贝嘛 拷贝A的时候 注意啊 拷贝A的时候 它就不是上面这种了 它不是上面这种了 对 你首先看一下输出结果 先看输出结果 值肯定不没有什么问题 A和B嘛 最开始打印的值是没有变化的 最开始A和B的结果 肯定是不变的 是相等的 看内存地址 LDA LDB 内存地址是不一致 我们说不可变的数据对象嘛 你新建 你新建的相当于是 分别属于一个对象 内存地址肯定不一致 但在于在于什么呢 你的L2 看一下你的这个L的位置 你的L的位置 现在不想等了 你的L的位置不想等了 那代表是我的L 指向的不是同一个元素 指向的不是同一个列表 L 能够理吗 我指向的不是同一个L 那意味着说我会把L全部拷贝一份 全部拷贝一份 就说你A里面是什么东西 我B里面也是什么东西 对 你A里面是1 2 然后L L就是一个列表 9 999 999 那我B也是1 2 L L里面也是9 99 999 对 对 他们两个是一个相互独立的一个个体 相当于是一个深度的拷贝 你什么样子 我也什么样子 我们不再共用同一个数据容器了 对 上面它只是拷贝第一层 你第一层里面的1 2 还有L的内存位置 对 内存地址 所以你L一旦发生改变 那我这里面都会变 现在注意啊 现在不一样 我对于这个数据对象 对啊 我对于这个对象 改一下 我把L0 就是L0位置的 第一个位置的9 我给它改为0 改为0 但是你打印A的时候 和打印B的时候 你会发现 A发生改变了 这很正常 因为你改的就是L嘛 但是B有没有变 B没有变 对 B并没有变化 B并没有影响 B没有影响 这就是所谓的深拷贝 就是A和B 它是完全拷贝了我们所谓的叫做负对象和子对象 就是负对象是指你的这一层 对 子对象指的是L 在子对象 这两者之间是相互独立的 对 相互独立的是互不影响的 你改L是不影响我B的 我已经把你的数据完完整整复制了一份的 我不用去太去修改的啊 不用修改你修改是影响不了我的 所以我们这里可以总结一句话 深拷贝 深前拷贝 所谓的前拷贝 它实际上是拷贝的内存地址 所以只要这块内存地址上的数据发生改变 那所有的都会变 所有的都会变 但我的深拷贝 它是拷贝的什么 数据内容 数据内容 这就好比说啊 这就好比说什么意思呢 我抄别人的作业 我就是所谓的深拷贝 我抄完之后 你再改一遍 那我这里我操后的这个结果会变吗 不会变 能了解吗 两个人啊 你比如说你抄了一下我的作业 你抄了一下我的作业 然后呢 我作业 比如说考试吧 考试两份试卷 我把我的试卷给你抄了一遍 咱们两个现在是完全一样的 完全一样的 但是呢 我问你 我现在如果我在零交卷的时候 我把这个答案改了改 改了改 你的答案会不会变 你的答案肯定不会变 对 因为你拷贝的是我的那种 我写的啥 你也写的啥 对 我改了之后不影响你啊 不影响你 你是不知道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你不会改 你是不会改的 能理解吗 你是不会改的 能能理解这个意思吗 这是深拷贝 这个前拷贝的他的一个逻辑啊 内存当中的一个逻辑 画的一个图例 大家可以下去之后理解一下 好吧 下去理解一下 深拷贝和前拷贝 大家如果不理解的同学只需要去记住一句话 就是这这两句话 这两句话就是深前拷贝的一个 总结的一个区别 在面试的时候 你如果解释不清楚 你能够回答出来这两句话也是可以的 至少能够让面试官知道你是对这个深前拷贝有一个清晰的认识的 对 但最好啊 是能结合我上面讲过的这个例子来理解所谓的前拷贝 为啥指拷贝对身地址 深拷贝 为啥拷贝的指所有的数据内容 对 理解这个内容 理解他的一个意义啊 理解他的一个意义 OK 那当然这是这个深前拷贝的东西啊 相对 相对于零基础同学来说 你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理解透这个东西 需要花时间的啊 是需要花时间的 而且需要有一个非常扎实的一个基础 就像我们前面讲了那么多负质的东西 其实很多东西都用过那些负质方法 A等于B 对 B等于A对那些负质操作你都用过好几次几千几万次 但是你真的理解背后的逻辑吗 理解他的区别吗 对 所以有些时候学习也是要掌握这个技巧的 或者也是要掌握这个全面的详细的内容的 你不能只知道对 A等于1B等于2这样去写就行 但是你要知道为啥要怎么去写 对 这么去写有什么区别 虽然效果一致 虽然效果可能是一样的 但为啥我们要有两种写法 对你要理解清楚啊 也要理解套 那这就是我们本节课课程内容 那如果大家